Night TAKES DOWN 战绩 The NA 3rd Seed STOP THE DEFENDING WORLD CHAMPION 对 有可能 果然 要拿牙勒夫拉 因为这个班匹出来 你中路不拿勒夫拉有点过分了 辛德拉 利桑卓 然后这边拿了维克托 这个英雄 惯了他自己的一个招牌 太慢了 但是这个英雄 就是他从老Tiger的时候玩的就比较好 这个英雄其实也是整个 就是LCK中单的看家本领 哦 不会吧 这个是拿出来打中单吗 你觉得 我觉得是布隆路先 我觉得布隆路先打下路 这今天给 这Sneaky怎么就突然一下 有信心了 锁了 还是要拿勒夫拉 还是要拿勒夫拉 那是一个纯快速阵容 这阵容就是你下路跟打野一锁完 把自己中路已经定死了 对 但是是上单的维克托这个 最近的韩服非常流行的上单维克托 今天我们在休息室里面 还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 那C9出事了 C9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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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9一选完的话 这个确实两条线都不好打 C9出大事了 C9出大事了 打维克托也是很难打的 然后卡扎尼打 妖技也不吃亏 前进可能会被压 但是有装备之后是很好打 C9这个阵容 出气没节奏就崩了 卡丁过去 这个眼位是没有放草丛的 他应该是摁错了吧 他没掉血没吃血瓶 他应该是摁错了吧 而且这个B线还在推的 闪现过去强行调 死了呀 鞭子中就没了 他应该是摁错了 没掉血没吃血瓶 肯定是摁错了呀 对吧 升级技能的时候摁到D了 只有这种解释啊 我的天哪 对吧 但是主要是我 我觉得你这个猜测非常的合理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如果真的去抓的话 我们的OB应该会非常专业的 大家看到 第一时间会看到 上路又来 上路也有机会 但是有一个角度在反观 而且有一个TP 这样肩膜本家了 这波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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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招心没闪的 但是控不住他了 这边九筒是来到下路 应该是有机会的 已经绕后了 闪现的二连跟上控制 这一波 没有能够挡住 还是被连到了 这样的话 Sneaky被九筒出击 这一波可以啊 出击干了两波式 但是Sneaky也很奇怪 没有手的交这个闪 这个闪现为什么不交呢 因为对面两个是闪到你脸上 感觉这把两边打得很血腥啊 初期干客都是双闪齐飞 而且都是那种不讲道理的干客 就是我当着冷面告诉你我要杀你的 对我要杀你的 你也没办法跑 三个人困在塔下 给你点反应的机会 告诉你我要来了 来了来了 但是 还是必死啊 勒布兰没什么蓝 不过有一个W 但是是剑膜在扛塔还是死 漂亮 这一波维克托也不挣扎了 两边的进攻打得都非常的流畅啊 九头自己去拼一下成绩 但是下个还是包过来了 但是想打啊 卡塔丁这波 这一波四打四的话 C9优势还是蛮大的 先炸一头 拿到了 拿到C9这边就要走 在这边是想打的 九头这边直接被击 牛头没溜啊 其实这一波C9应该上的 反应过来以后上去了 那这样Sphere的先导 还要再追 某一名做第二队采过去 链子连到卡塔丁的过墙 还是被禁锢到 应该是追不太到了 但是这一波 艾菲卡为自己的鲁莽 付出了代价呀 就是这个阵容 你凭什么跟谁牛打呀 上路KG一波有点难受 被砍了一套三连之后 我们看到现在血量见底了 而且刚才你发现没有 C9第一时间有点疯 有点怂 真的有点怂 后来发现这个牛头没到6以后 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反打 这一波的话 下半区C9还是想进攻 直接被动划上 哎呦呦呦 插最后一下 感觉打出被动要没了 死了呀 漂亮 下半区的进攻 C9太猛了 就是围着下半 围着双十足打的话 C9很容易建立优势的 哎我觉得给马蒙了 马蒙了真的马蒙了 直接给下半区马蒙了 中路这个闪现给自己焦蒙了是 这个也没有给到一开始的一个回法 哎呦 没大招啊 感觉要死了 要死了 哇漂亮 下一波牛头没有6 有点大了 现在有点大了 而且牛头刚才有闪也没焦 对 对吧 他是觉得自己可以吃一管 没关系 就最后觉得再焦也跑不掉了 对对对 等卢仙一上来的时候他可能觉得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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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应该到第三条龙龙位置都是他们的一个时间 是就可以好好的滚一下下路来包了 这波牛头是有6的 霞下面打掉了半血 牛头直接反打 布隆交出了大招 勒弗兰进场 骗出了霞勒大 但这个时候九筒赶到 TP下来有卡萨丁 C9这波见到对面人多势重 选择的是分两个方向直接撤掉 对 但这一波把F1卡的技能逼掉之后 C9感觉在野区还想打呢 卡萨丁现在没有战斗力啊 主要是被勒弗兰连了一套链子加印记 直接打到了一个精进半血的状态 他这一波是没有什么损失的 反而还让卡萨丁交了TP来到下路 直接开大这波想留人 也对你不敢追啊 打不了打不了 这波就把自己大招打出来了 牛头也来了 哎牛头来了这一波会不会有想法啊 算了 哎这个闪现一撞在小冰上了呀 筒子减速到大招回炸回来 炸回来 这一波W技能好了 对也还有第二个W 真好厉害啊 这些仰五十刀了 下路这边左开的W立场 剑魔是没大招的 剑魔是没大招的 想抓这个剑魔的 塔塔丁来了直接逼出了剑魔的闪现 而且你看阿菲卡现在做的就是 就找这条单人线 没让优势路 对给你换腿塔你看见没有 他知道这边打不过 C9双人组去哪边 阿菲卡就不给你堆现 但这个感觉他心大一点点到三分之一血了呀 对 而且这个中路的话是不是可要 又逼掉了闪现好惨啊 哇 这一把中路酷肉直接对线被打炸了 下路是上台又点掉了 一个侠过来阻止不了路线的 主要是你看这AD的等级差 一个9级一个7级是怎么打 而且中路呢中路也是11级打9级 如果死一次的话 感觉这把已经没机会了 对 还好是 哎漂亮 有一个大招 牛头帮忙掩护一下炸回来 哇大招没有打到 但是后续的伤害还是灌死了 牛头这里有大招 还是被逼出了闪现 这一波小走位 躲开了霞的Q几道 霞误以为草丛里没人 对 关键是两个大爆发的人 都这边就该打了 看牛头还是闪 直接要开 如先反应很快 哇 牛头自己有点危险啊 但是有一个大部分了 大招放出来了 卡财丁过来被挑飞 但他没伤害啊 这个点燃咱们都点死 哇 你看刚才库若跳到 赵兴的脸上 打了一套 赵兴掉了两百点血不到吧 对 然后被挑了起来 离天天buff下差不多了 这位置九筒还想守一下蓝buff 但是布隆顶在前面 这个蓝来看一下 卢仙回来先打人 差一发普攻 触发 哎呦 洛夫兰过去还是被打上了残血 但火龙转过头来的话 赵兴是直接可以拿 拿下篮 这个位置KID如果往前走 他应该会往前走 他应该会往前走 虽然说他的手已经很小心了 他应该没了 他已经很小心了呀 挂一下布隆的被动 哎有一个W 他已经没了 他已经跑不掉 他已经没了 哎呦 C9打得好呀 这真的没了 打得好呀 这边把进攻贯彻到了 极致 对 真是到了极致 这个F卡没有任何发育的空间啊 国内的观众很亲切的给了C9辅助一个外号 叫胡子哥 胡子哥 哎闪心的二连 但是开的位置不太好 另外一边 就被打上了残水 但布隆顶在前面 很能扛 W到队友身上 正面牛头 一个开着大的牛头 被硬生生地宰了 剑柏进场 三个Q 搅的是昏天黑地啊 人群当中 King直接倒地 Palmer状态还可以 但是因为已经没有队友能够上前了 这波依然是C9打转了 但是 F卡的装备还不够好 Jensen来了QR引物 回身的链子直接是 萧娜回头 触发二段印记 直接拿下人头 真男人从来不回头看报上 将将拿到出现的名额 这位置 SWK 两个人在蹲他 但是这个有大招 有血手的造型 应该没关系 杀不了 这个造型的出装 出装也非常的稳 简某包过来 但是这样一波拉扯的话 其实F卡也没 F卡就赚了 大招的大招被逼出来了 大招流牛头 牛头这位置 大招血血应该快到了 大招结束了 那牛头就是一张纸了 我要是知道Tucson 现在这一波是没有闪现的 就强行开一个有大招的牛头 打到的速度是非常快 已经只有半血以下 而且勒弗兰的旁边偷人 来了 漂亮 最关键的King被偷掉了 一技能先手 QRW打出了全额伤害 对那这样带着大拢八斧 C9应该是可以收购这场比赛的胜利 直接变一波魔术 把你的血条变消失 而且你看他这个出装 你也没什么血量的 勒弗兰过来一趟就没了 对 对方是肯定会出很多魔抗 对 哇 又差一点点 直接是暴风雨交来 躲这个可能中了就必死的异技呢 这两路是根本守不了 在没有上单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回到BP 如果Africa自己第四周把这腰剂自己拿下来 哪有这么多事啊 而且大龙马普还有一分钟 这个是守不住的 下路的塔也被勒弗兰 大家选择正面开 扎回来了 可以 股仙要被秒了 但是剑魔过去一卡 我配合了不拉 反手就表掉了下 QRW是绝望的开出一个中亚 正面的牛头 再次被击杀 肇性捅上去捅出两个闪现 Africa想要在水拳前 做最后的抵抗 杀掉了一个剑魔 赵西里边扛着基地塔 有一个血手 KING眼看也要扛不住了 在三人撤回去的情况下 C9应该是可以一波结束比赛 28分钟 来自北美的三号种子C9战队 以1比0的比分 暂时领先于Africa 打得好 打得好 确实这盘阵容选下来的话 Africa是很难发挥的 对 这盘阵容选下来 C9他们拥有着 近20分钟之前的绝对优势 就是20分钟之前 打不打都是C9说了算 是的 主要是 而且队线7 你就打成这样的话 确实就没办法 而且Africa还不停给机会 对 就从这个什么迷之闪现 就包括他们蓝包 Flybo主动去接团 对 这种东西其实都是不应该出现 这BP已经出了 99% 99%都是BP数字 是的 这场比赛的话 一个赛后的数捲 刚才出错了一点就是 下落的AB 看卡扎丁的伤害 43 43后面两个数字会是多少呢 是的 我很好奇 肯定没有50 如果是96 那肯定是4 那肯定是4 真的够了 你在说什么 你黑谁呢 你黑谁呢 没有啊 你觉得暗示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 就是普通小学数学里面的一个正常数字 有100种可能的 为什么就一定要是96 但是没有想到 要去拱手 想让呢 这边的话 不是 关键是这个数据 什么15分钟补刀叉 给个这个 这个 63个真的夸张了 可以展现出上一场去 这个乐福兰在中路 不管是他的发育 还是他的人头上面 其实都做到了一个carry的地位 对